历史为尽 以古建筑 笑谈天下新鲜事 齐有此旅开讲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旅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齐有此旅 换个角度来讲道理 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谁呢 OK他是个老师傅啦 他在政治上的热情依旧不减 今天的大来宾是谁 是我们台湾永远的省长 也是唯一的省长宋楚瑜 宋主席 你好绿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席主席 这个我们先来聊一个 比较有趣的话题 当然你在所谓的国家体系历练 最早我印象中是当 蒋经国总统的秘书 OK 没错 那你那时候在当蒋总统的秘书的时候 就刚好遇到总美断交 对 所以外交这一块你应该是涉略很深 我不只是追随蒋经国先生做他的秘书 是 而且呢我学的也是外交 OK 真正是我的本行 政大外交系 我是政大外交系 民国53年毕业的 而且呢 我特别今天因为要上你的节目 我特别把我在政大练过的中国外交史 你看这是我大学的 笔记 外交史的笔记 你看到今天我还留起来 但是这个里面特别是讲到外交实务的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必须要对不仅是中国外交史我念过 西洋外交史也念过 我这些老师都要我们了解世界的大事 外交的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自己也非常得意的 当时我在练完这个大事的时候 练完了以后 我还写了一段 有毛笔字写的 这是我的毛笔字 上面写的 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 实在就是一部血泪国词史 既不能洞察极威 又不能应变趁机 无可词之誓 无可假之权 徒用大国之名而自欺 而无强国之识以自暴 徒用按外语办洋务的外交官 而无造形式 具慧言之外交家 无独立奋斗自主之外交政策 端看强国之颜色 故来任人宰割 几招败亡 这是我在大学生的时候的感触 真是看起来 60年前 今天60年前 但是今天看到我们台湾 完全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你刚刚提到中美断交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美国可能发生的变化 对不对 我跟安科志大使 就是当时美国驻 驻台大使 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时候 我跟他有五年的交往 他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说 他指定什么时间 来觐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或者是国家的重要的 这些元首 那通常是 我有事情想来报告 请你安排时间 竟然他在断交的前一天晚上 下午他就打个电话来说 我可不可以请求明天上午九点 来见我们 蒋总统 蒋总统 我没问他有什么特别事情 他说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来面报总统 OK 好 我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 给外交部的次长 钱富先生 OK 我就问前市长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事情 为什么美国大使会来请见 他说现在还没有看到 不过我马上去了解一下 华盛顿有什么状况 结果到了下午 他说没有什么状况 我们的大使 沈建宏先生 还在阿里奘纳去演讲去了 OK 既然到了晚上 晚上11点钟 竟然美国大使又来电话了 是 他说 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到明天早上 7点钟来见总统 请问 哪有大使可以亲神来见我们 是 总统 我就很直率地说 大使先生 我们已经 有这么样的过往的交往 请问 是不是 那个事情要发生了 我今天会冒这个 他我不能讲 我说如果那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你不应该等到明天早上来见 你现在就应该来见 是 I'll call you back in half an hour 他说半小时之后再回你电话 这时候 不得了 我住在新店 这时候 我的驾驶都回家了 车子停在门口 这时候赶快跟七海官邸 去联系 联系的时候说 我要到七海 可能有事情要去见总统 是 但是呢 这时候半个小时之后 他来电话了 说 我愿意 现在来见总统 立刻 立刻来见总统 这是我立刻 自己亲自开车 从新店 开到 这个大支的 七海官邸 这时候门禁声言 晚上还有一些警卫 结果晚上叫门 这时候管家的阿宝姐 多年来一直是金国先生家里的管家 睡着了 怎么叫也叫不清 这时候门口的五官就说 这样子我们去叫里面的医官 把他叫醒 我从侧门走进金国先生的房间 晚上黑黑的打开灯 跟金国总统报告 报告总统 美国大使有事来见 他问我什么事 我说他没有讲 但是看情况 有点不是一些寻常的事情 他考虑了几秒钟 你请他来 这时候我又向总统请示 我报告总统 是不是先请外交部前次长 先来了解一下状况 所以因此 请他来 然后他又下个指示 请外交部长 这个沈昌焕先生 在家里待命 OK 好 这时候 果然我就在那边接待 而且安排时间 让前副次长 先见总统 分析情况 了解以后 然后 才把这个我们 召见大使 召见大使 这时候两点钟了 半夜两点 半夜两点钟 这时候一来 他就坐下来 宣读 美国明天要发表的 所谓断交声明 是 也就是重要的三点 美国要跟对岸建交 是 要跟我们断交 而且还要废止 中美共同协防条约 但是更重要的 要撤除所有的美军 离开 断交 废约 撤军 是 这时候 蒋经国先生 当然 当场很严正地给他说 我们跟美国之间 有这么深厚过去的友谊 这么仓促的决定 而且事先毫无讯息 毫无预兆 毫无预兆 因此特别向美方表示 严正的抗议 然后大使就花了很多时间 反复地说 明天九点以前 这个消息 暂时不要对外发表 这是他自己个人 对我们的要求 基于很多年 跟金国先生 对他非常的礼遇 而因此提前给我们讲的 所以美方一直到明天早上 九点 九点钟 而华盛顿时间早上 十点 晚上十点 晚上十点 差不多 所以这个两个 差十三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 这时候 才发生这个事情 是 是不是 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 我原来讲起来 因为我在华盛顿念书的时候 在Judgetown 念我的学位的时候 我很清楚地 看到美国尼克森去大陆访问 的所有的新闻发布 也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节奏 美国时间什么时间 那个时间 这是1972年 因为71年 我们退出联合国 72年的2月 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 他就装肚子痛 我们把机器坎飞过去 对 但是像这种的历史 所以吕老师 我今天特别讲的 不知死者 真是不知生死 同意吗 同意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对于我们 这个三个四个地方 不深切地了解 不认识台湾的历史 或者台湾的人文历史 第二个不认识 我们最重要的对岸 大陆的历史人文 这个人物 第三个 也要认识日本 也要认识美国 是 也就是这个地方 所有的这些历史人文 相关的事情 对不起 我们现在的这些领导人 坦白讲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对于世界的大事 情况不了解 所以没有历史观的人 处理很多的政事 没有深度 也没有高度 所以因此 今天我上你的节目 特别要呼吁大家 对历史要重视 是 真的 可是你知道 俗话说 弱国无外交 这个伊藤伯文讲过 当两国实力相当的时候 外交就是实力 当两国实力悬殊的时候 实力就是外交 而从1949年 所谓的国府迁台之后 台湾就是一个小国家 OK 你们比较认识 中华民国 就是一个小国家 夹在中美 日 三个国家之间 的一个小国家 我们在外交上 如何去一展身手 其实因为像 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讲到所谓的 近代外交史 我上课一定跟学生 提顾为君跟叶公超 OK 一个驻美大使 一个外交部部长 当初去签 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并且在条约上 还加一个PS 一个弹书 就当美国片面 中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美方就要继续 所谓的负担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 义务一年 这一年防止我们 被恶意抛弃 这一年让我们 有机会发动 当时所谓的 叫中国游说团 到那边去游说 参众两院议员 最后全速通过台湾关系法 那台湾这么小的国家 你刚刚讲的这一段话里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是 一 弱国能不能有外交 第二个 真正怎么样办外交 你刚刚特别谈的 又是讲历史的问题 你还记得战国时代 还有一个燕音吗 燕子 请问燕子出使的时候 对不对 人家开个小门 他说我到狗国 才折狗洞 折狗洞 请问现在 我是在狗国吗 请问我们是在 出使狗国吗 所以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 就讲了 要有造型式的 这个真正叫外交家 严格讲起来 我们从联合国退出 1971的10月份 退出联合国 1972年的 这个2月份 尼克森到大陆上去访问 然后6月份 日本正式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我们断交 对不对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退出联合国之前 还有70个国家 承认中华民国 代表中国 而断交之后 这个退出联合国之后 我们只剩下好多 只剩下22个国家 那怎么样子还能够生存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你要创造形式 所以蒋经国先生 到后来执政之后 他发现 如果我们还持续的 要用军事反攻的方法 来跟大陆上面 一针长短的话 严格讲起来 我们没有这个力道 因此 他总是做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就是厚制我们经济的国力 第二个我们要从事民主改革 先讲他说民主改革 所以蒋经国先生 大家现在大家都很推崇 蒋经国先生 到底对台湾有什么贡献 四大贡献 第一个 把经济现代化 第二个 他把政治民主化 他晚年的确 第三个 执政联人化 OK 联人化 第四个 作风平民化 这就是蒋经国先生 留个台湾的legacy 这个 沈长上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跟你聊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所谓的 作风平民化这件事情 你知道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老国民党的体系里面 那个见到人都是 称功到老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公文 我跟你讲 学文学人都看不懂 对了 那个公文 那个规格 有没有 你讲得好 是 过去这些老派的 我做新闻局长之后 我就改变这一个 这是因为蒋经国先生 自己到立法院去报告的时候 他说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 什么公 什么公 是 我不是精工之鸟 你不要再叫我精工 精工 对不对 所以因此 他在开始改变一些状况 我今天也可以特别跟你说 蒋经国先生 在开始作风平民化 不是只有穿夹克 但是最重要的 没有开到车 没有那些呼噜哗啦的 一个警车 在那里挖来叫 因此他经常下乡 去看渔民 去看农民 去看这些基础的建设 去做这些事情 改变了下 第二个 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他每到了元旦的时候 到了我们过年的时候 他要除夕谈话 你要记不记得 他要除夕谈话 很像那个罗师傅 以前那个炉边 炉边谈话一样 那时候我一张照片 对不对 在录影的时候 我站了旁边 说请总统看前面的镜头 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 那个照片你还看过 对不起啊 我看到最近大陆上 习先生也在了 为什么原因 可是他玩这一套 都在恐吓我们啊 不是 我现在先讲嘛 就是这个style OK 你要直接把你的思维 你过去一年做了什么事 你未来一年 你准备要做什么事 要向人民报告 请问 这种作风 是从蒋经国先生开始 也就是说 一个民主的政治 必须扎根基层 要跟人民相互之间沟通 是 但是这种的作风 严格讲起来 要建立在 第一个 你的政治政策 是跟人民接近的 是 第二个 你自己心里面有自信 就是我提出来的政策 是 我要用说服力 让人民接受 我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说 蒋经国先生的 四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作风 留下对台湾的 legacy 所以最近大家一直在谈 蒋经国先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台湾没有蒋经国先生 改变他的整体的两个大的政略 就是厚执经济实力 从事 我跟你讲 十大建设 然后又从事 富国神山的这些高科技的产业 但是更重要 重视 技职教育 培养 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劳工 能够把原来80%的劳动力 转换成 变成130多万的中小企业 提供900多万的这些工作机会的话 变成一个转型的话 台湾哪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那主席 如果拿蒋经国在接下来的李登辉比较 我相信你跟李登辉 跟非常久的时间 OK 你觉得李总统他在他的任内 我们就不讲所谓的民主什么的 我们就来讲这个 李总统的外交 你觉得做什么样 人格讲起来 李登辉先生是经国先生经过一些考核 然后特别就是他经国先生晚年 他对他的接班人 今天可以又讲一段历史 大家应该要知道 蒋经国先生他晚年特别重视 就是我们的民主化 必须要在地 也就是本土化 但是本土化 不是在搞台独 而是应该要落地生根 让我们在地的民众 支持政府的政策 吹台青嘛 所以不管这样 那是在讲一讲的话 半开玩笑讲用人 他不只是在用人方面 他最重要 他的考核怎么样 所以他对他的接班人 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向 第一个是制度接班 第二个他必须他必须很强调的 他经过先生晚年说 蒋家的人不会再接选 下任总统不会信讲 不会信讲 但是更重要军人不能干政 OK 所以他在那个情况之下 就在物色 我特别讲了他的日记 他曾经有一段日记上面说 我最近看到美国的参众议员 一直在说 台湾的领导人 蒋经国的身体不是很好 到底他如果发生了 什么样子的身体的状况的话 那到底他的接班人是谁 经国先生竟然在他的 日记里面写了些什么字 你哪天我可以给你看看 这些字上面写 不是最近发表的那一本 我有一个单独 有另外一个小词 对我们学历史来讲非常珍贵 非常重要 他是一手死料 然后他怎么讲 他说 这是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事情 管你美国人什么事情 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 这确实是我心中的大事 也就是谁来接他的班 这是他的大事 所以他经过考虑 所以他经过考虑 刚刚讲了本土化 他从省级的财俱里面 要挑一个人来继续他 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 李登辉先生开始的时候 经过蒋先生的考核 又讲到历史 那蒋经国先生为什么对李登辉先生 给他这么高的一个这种期待 因为蒋经国先生为了要改善农民的生活 他特别特别找一位农业专家 所以他就考核之后 找了这个农夫会的这位 这个刘美的农金博士 来做政务委员 开始他去调查 他最重要的 他去听到农民的呼声之后 他就发现农民对于我们政府的政策 一定要用他的生产的骨来换肥料 而民间不可以自行买肥料 农肥 那怎么办 但是他到乡下去以后 农民有不同的声音 就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蒋经国先生就请李登辉先生 这个政务委员组成一个专案 去调查的结果 他就发现确实这不是个好政策 准备取消 所以他在里面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取消田赋 你想到几千年以来 田赋是政府最重要的 就是人头税跟土地税 人头税就扶劳役 土地税就是田赋 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 蒋经国先生也知道 田赋是县市政府最重要的裁员 所以他取消这个 但是权额差额 由中央政府完全权额补助 这就是配套 所以因此 蒋经国先生开始就觉得 李登辉总统 李登辉先生 非常务实地去做完调查 然后安排他去接台北市市长 又去历练台湾省主席 他在李登辉先生 在做台湾省主席的过程当中 答复省议员的职讯 这种反对党的 当时还不是这么 党外人士 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你觉得到底行不行 台湾能不能够独立 或者这样的话 结果李登辉先生答复 最让金国先生眼睛一亮的 就是那句话 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抛弃过台湾 台湾怎么可以抛弃历史 这个话金国先生 他还有点 所以因此开始的时候 李登辉先生接讲金国先生的班 之后他对于两岸的问题上面 还是接续原来的基本政策 但是他晓得 民主化 万年国会能够不取消吗 我们的中央民意代表 可以四十多年不改选吗 所以因此 怎么样去推动民主化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后他又派我 我去跟民进党的党主席 黄信介先生 秘书长张俊宏先生 讨论 我就不讲细节 就是当时还用间接的民选总统 就是委任民选的时候 先选国大 国大再去投票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此发生了一些问题 这时候民进党的这些委员 还有国大代表 开始就有所谓的野百合 那些学生包围在中正纪念堂 这时候要不要有军队介入 来维持治安 这时候这个沃被李敦辉总统 派了去见那个 学生代表 不但学生代表 特别是跟黄信介 黄信介 去沟通 黄信介先生说 我去到总统府请愿 被宪兵挡了 把我裤子都吃破了 如果不道歉 我们绝对杯葛总统的选举 我说如果你现在三月份 选不出总统 请愿五月份 有总统吗 我今天代表我们李总统 向你来说 只要顺利的 这个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他会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请你到总统府去 共商国事 来准备筹开国事会议 来讨论什么是优先次序 这就是要把万联国会 怎么样终止 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说一开始的时候 李登辉总统他还是坚持 我们在修宪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昨天我们蔡英文总统 也公开的再一次说两个重要的法律 一个叫做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征修条文 不能改 中华民国的宪法 第二个两岸关系条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两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征修条文 以及两万人民关系条例 都有这个字 在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因此我今天可以讲 我是今天少有一个直接参与过 制定这些文字的 我跟李源处副总统 一起怎么样子 去游说我们这些国大代表 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那主席 所以可以确定的就是 李登辉的确是蒋经国主义的接班人 OK 因为大家都在讲就是 他有一个机运就是 蒋经国也没想到他的身体 那时候撑不住 所以副总统必须接任总统 这是第一个 所以目前可以确定了 他是主义的接班人之一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临门一讲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1988年1月13号 所谓经国总统逝世 那我们说李先生李总统 他当然就继任当总统嘛 可是那时候党有李焕 政有于国华 军有郝伯春 所以当时三方都觉得 李登辉大概就是一个光棍总统 大概就是严加感 过度时期而已 但是在所谓当时国民党的临时中常会里面 一开始是延期的 那时候蒋夫人顺美龄 其实她有叫 应该是蒋孝勇 蒋孝勇去说 现在国商期间 我们再延一个礼拜再开会 所以后来我们说国民党里面的八大佬 决定在召开所谓的临时中常会的时候 用临时动议来讨论 所谓的李总统接任党主席的问题 有这件事情吗 吕老师 是 我特别讲 这就是台湾 现在我们要重新调整 我前一段时间去年 我接受了国使馆 我们的陈管长 陈医生 陈医生 陈医生陈管长 对不起 他跟我在国家认同和相关的这些问题上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竟然来访问我几个小时 我准备了七八项的原始文件 跟他好好去谈 还不错 就事论事 他终于把我讲的话 一一的都按照我刚刚从给他讲 你刚刚讲的都是外面无稽之谈 当蒋经国总统去逝世之后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李焕先生 李焕先生是秘书长 那大家就觉得按照宪法 当然是要由我们李登辉先生 副总统 要副的接任总统 接任总统 这个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但是那国民党的党主席应该有谁 这时候李焕先生特别找了他的三位副秘书长 说我们去征询 我们三十几位中常委他们的意见 问他们四个问题 第一 要不要有人来接我们的党主席 第二个是用什么样的机制 来产生这个副主席 办的时间是停 暂停一下 等到开全会的时候再来 还是尽快来处理 时间是什么时候 第四个问题是这样 你认为哪一个人最适合来做 党主席 接任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 问了四个问题 派我们 我一个副秘书长 我是首席副秘书长 第二位是高明辉先生 第三位是马英九 然后李焕先生 我们四位分工 一个人问几位 然后所有的原始记录都在我手头 问他们这四个问题 然后结果第一轮 第一轮李登辉先生就过了半数 OK 在这个时候 李焕先生决定接受某一位常委的建议 要形成党内的团结一事 团结一致共识 就由我们当时的行政院院长 也是中常委 于国华先生领衔正式提议 由李登辉先生来接这个代理主席 接代理主席 是不是 所以没有辅销而去那一段吗 还不到那个情况 好 来做这个代理主席 然后这个就是我讲的历史 代理主席 但是呢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啊 把它做好 但是由于国华先生领衔提议 但是其他的三十几位常委 一个一个在他的后面去签名 但是不要去写成一个单子 是一对一 一对一 于国华提议 郝博春同意 于国华同意 沈昌焕同意 复议 这样 OK 这就已经形成共识 准备在1月27号 国民党正式开常会的时候 刚刚讲 正式通过 而且已经形成共识 但是在前一晚 竟然接到一封蒋夫人的信 是 说这个事情慢慢办 以前先总统蒋公去世的时候 也有我们一个代理的一段时间 慢慢办 写了一封信 后来有人否认有这封信 我也在国事馆的 在那里把原件拿出来 确定有这封信 但是这封信 严格讲起来 绝不是蒋夫人写的 是孔令坎写的 又是孔家的人 写的 在那边 瞧 瞧事情 最近公布的蒋经国先生的日记 你看他把 他把孔令坎 骂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骂成什么 超难听的 而且不止一次 他在搞 而且第一次当 蒋介石 那是有富人派啊 不管讲 蒋介石先生过去之后 孔令坎不是也搞过吗 希望蒋夫人来接班了 好在那时候的国民党秘书长 叫张宝树 发动所有的中常委 共同的推举 蒋经国先生来做党主席 对不对 永远保留两个民贤 一个叫做总理是孙中山 总裁是 蒋介石 这就是讲的历史 如果今天 没有把蒋经国先生的日记 还不晓得 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1月27号 既然接到这个信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早 晓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这时候就看到四位先生 先在秘书长办公室讨论 一位就是余国华先生 一位就是王提吴先生 王提吴 一位就是李焕先生 然后他们在那边讨论这些 今天要不要 不是还有余记忠吗 有余记忠 还有余记忠吗 就是两个报纸的老板 一位是 王提吴余记忠 一个李焕 和余国华 这时候 到底要不提 快要开会了 九点钟 要开会了 这时候我就看到 王提吴先生 走出来 已经都对外宣布了 今天的报纸的头条 我们都跟外国的 在这边的 这些重要的人 都已经告诉 我们今天会推举 李登辉来做代理主席 这时候如果办的话 他就讲 今天不处理 会出大事 我已经跟余国华 余院长讲了 你今天把这个事情 办好以后 到夫人那边去下跪 但是一定要吧 否则会出大事情 就是台湾 你就算一跪 你但是也要处理好 对 这时候进去以后 你看开始正式开会 开会以后 这个进行例行的议程 包括宣读 金国先生的遗嘱 什么什么 半天没有动静 我就递一个小条子 今天一个小条子 我还在 我就给这个代理的 我们轮值的那个主席 余继中先生 今天提不提 我就想今天提不提 他摇摇头 就表示他们在里面 决定今天不提 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 对不起 半天没有 我就举手 有人说我不应该讲话 我不是常委 因为 这个是表示不懂 国民党的意思规则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是说 当时您只有列席资格 没有发言资格 讲这个话 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政治 完全都是白痴 我用一个凶的示范者 谁说的话 这个列席的人不可以讲话 只要得到主席 这个会议主席 同意授权就可以 经常有人发言 请问你也不听过 谢生山发过言 你也不听过 曹盛芬先生发言 他们也不是 那个时候还不是中常委 是不是 楚冲邱先生也发过言 很多人发过言 所以我举手 请求发言 这时候我就讲了 不到一分钟的话 传说中的林某一讲 林某一讲 我就讲的话 今天如果不处理这些事情 对不起荆国先生 OK 最后我讲了很重的话 我对于于院长很失望 为什么 大家都晓得 孔令坎 我们讲荆国先生 对他什么态度 你这么追随荆国先生这么久 都还不晓得 会被这些人在你拔路 那省长 我们这么说 那其实像你跟过荆国先生 也跟过李先生 OK 然后到你自己在2000年 2004年 也都参与了总统大选 那你怎么看现在 今年的这场选举 比如说 蔡英文的外交政策 是OK的吗 比如说蔡英文的内政 是OK的吗 你当过省长 比如说像前阵子 缺氮的危机 如果你现在还在当省长 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OK 所以基本上 我对于蔡总统 解释之后 她对于两岸政策 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稳健 我必须给她 讲她稳健 她特别提到两件事 就是要遵守 中华民国的宪法 他们有两岸关系条例 希望两岸 能够积极有会谈 昨天她又再次提了这个 就是她没有否定中华民国宪法 这件事情 好 那换个角度讲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所有的执政 我常常讲 总统只是一个leader 但是后面一定要加个船 他要有一条船 就是他要有个团队 我必须很遗憾地说 自从李登辉先生把台湾审废掉之后 这个事情是做的 这个李登辉先生晚年 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因为不断有人在那里拱他 希望把台湾审废掉 来换总统 可以直接可以任命 行政院长不需要 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你看看我们原来宪法上面 清清楚楚地说 他就把它去修宪 就是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基本上面 我们的葛魁 也就是行政院院长 他有附属权 而且他也可以参战 可以表示意见 李登辉先生晚年 被这些人在里胡扯八蛋 所以我跟你要特别讲 我要可以给你秀一秀 因为他们没有念过出事表 二年了他们把出事表都没有 先帝创业未斑 而中道丰主 今一周瓶毙 今一周瓶毙天下三分 先帝创业未斑 而中道丰主 今天下三分 一周瓶毙 此称危机 尘亡之秋也 在这个出事表里面 有一句话 这个清贤臣愿小人 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 清小人愿贤臣 此后汉之所以 请退也 对吧 先帝每遇成论机此事 莫不叹息而痛恨还您也 所以前理和后理 严格讲起来 李登辉先生前面所处理的事情 都按照我们金国先生 给他的一些方向 包括他正式开国事会议 然后推动全面的我们国会改造 万年国会宗旨 废除刑法第100条 把政治犯取掉 二条例 同时再加上 他也晓得 我们应该成一个国统会 国家统一委员会 然后由国统会 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 叫做国统纲理 国统纲理 我是筹备委员 国统纲理 我是原始三个起草人之一 在这边国统会 所以开始的时候 李登辉先生推动这些事情 但是等到李登辉先生后里的时期 他当选了民选的总统之后 严格讲起来 就产生了一个接班的问题 这时候大家开始有一点声音说 副总统 他不是请了连战先生做副总统 副总统不能兼行政院长 这时候我们李总统就想到 他想要任命的这一个行政院长 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所以就产生了这些问题 这时候开始有人就在抢那个位置了 所以就用所谓的淘汰法 淘汰法是 不是 算了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当初你忍耐一下 当初你忍耐一下 你就吞下去了 忍耐一下 其实行政院长应该就是你了 你讲的一点没有错 我不止一次有机会可以在行政院长 我相信李先生应该也跟你聊过 先让连战选总统 然后你当行政院院长 然后到时候连战下来之后 换你去选总统 应该有跟你提过类似这样子的话 你讲这个话只讲对一半 当李总统决定请连战先生 做他的竞选伙伴 他在官邸召见我的时候 他非常慎重其事地跟我说 他通常跟我讲话 叫我 不叫民俗长 叫我James OK 英文名字 James 我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选连战做我的副总统候选人 并不表示他就是我的接班人 我马上给总统报告 那时候我是台湾省省长 报告总 报告总统 我一定好好辅选 OK 好好辅选 历史上明军了不起 但是贤臣照样 可以为国家做好事 所以他很清楚跟我说 那个不一定就是接班 我今天要讲一句话 就是后来这些人在他面前 去说些小话 要小心送楚于会 取你而代之 很多人到目前为止不晓得 李登辉先生在快要结束之前 他为什么会有一些思维 不满讲 他开始的时候 他还将再选一次民选的总统 我今天直接老当地讲 这个事情是他亲口跟王又珍先生 讲过 王又珍告诉我的 但是美国人不同意 对了 你讲了这个你的历史就很清楚 因为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他并没有讲总统产生的方式是什么 只有说得选的连任一次 连选得连任一次 连选的连任一次 他并没有讲是直接民选还间接民选 所以因此李登辉先生做完 我们金国先生未了的任期 所以一共他做了12年 所以前面不算他的任期 2加6加4 在这样子这个情况之下 因此在宪法里面 他不能再选 所以开始在这个时候 就有人在你缴获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段话 我就可以把余继中先生 跟我讲的一段话告诉你 那一天 因为我已经 台湾省已经废掉了 台湾省已经废掉了 那这时候台湾省废掉之后 余继中先生有一天突然找我 为什么 他说我有重要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而那一天 我们那时候的国民党 已经决定提名马英九选台北市市场 我宋楚瑜 带了我们省政府的党部的 叫做田丹党部 决定要去提他造势 那时候国民党 包括李登辉先生 还没有公开表示支持马英九 我帮他在公卖局那个地方 给他中山那个地方去帮他造势 我就跟余先生说 对不起我答应要去提马英九造势 根据我们的选拔法规定 晚上十点钟一定要结束竞选活动 我只要十点以后我才能看你 他说没关系我晚上很晚才睡觉 因此说他没关系 所以我十点半到大理街 他的办公室 他说楚瑜我为什么要找你 我要告诉你 他找了连战 他就告诉连战 他说 你已经决定要去选总统 你到底对宋楚瑜什么个安排 他在省长做得非常好 你应该去想办了 他说我不能做决定 那你就应该跟总统去报告 结果 余先生就跟我说 连战说他会给李总统报告 然后后来他加了一句给我讲 楚瑜我告诉你 他不敢去报告 OK 你知道我每次只要听到 他们这一辈的这些故事 你知道他们这一辈 所发生的所有故事 因为随着越来越民主 然后坊间流传了太多的小话 甚至一些报章杂志 一些媒体的一些 不管你说错误报道 还是揣测的报道 如果说有机会 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 通通还原于事实 那当然我们说 今天非常感谢省长 来到我们现场 那省长 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开一个专题 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 好好的把它给明清 但是无奈 只短情长 不是 这就是连恒先生 写的台湾同时一开始 台湾固无时也 为什么 我们自己都不尊重 我们连二十多年前 发生什么事情 都搞不清楚 我们还要去讲 有啦 所以省长 我们去讲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再给我们时间 一定要再花时间来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下次把它一条一条 要釐清 然后并且我们让大家看看 当年的省长对国家的愿景 长什么样子 对 OK 我非常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你说 我不求什么 我严格讲起来这一次 我们亲民党希望在政党票上 政党票14号 台湾需要找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找回台湾的良心 就是没有人情包护 没有意识形态的包护 真正为台湾人做实事 请政党票投给14号 宋楚瑜为大家把关 今天非常谢谢省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岂有此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